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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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平心而论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而且还要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通知哦 各位看到了我们今天有一个神秘嘉宾 林郑杰 林大哥 大家好 为什么我人这么小 因为你在 你坐在后面 因为我们今天 因为麦克风只有两支 所以我们两个就这样做 然后可以互相用 没关系 你坐前面一点 没关系 可以 没问题 好 我们今天很荣幸来 林郑杰 林大哥家来拜访 然后顺便来问一下 他的一些心路历程 以及最近的一些境况如何 林大哥好像跟东平是旧事 对不对 他在当记者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认识他 他不一定认识我们 这个完全 完全不对 林郑杰 才是当年最想当当的人了 真的 我都知道街头小话 我当记者都在国外 我跟郑杰兄 见过一次面 你也许不记得了 这就表示说 你比我有名的多 我们在深圳 2004年 算起来16年前了 我带我儿子去深圳玩 然后到张恩乐那边去 他那个时候 不是在一个旅馆里面吗 南方饭店 南方 那个时候你 你那天也在 哦 因为你那个时候 应该跟他是 我是他韬略公司的董事长 对对对 挂名的 所以这个就证明了 他比我有名 真的 因为我认识他 他不记得我看过他 这样讲林郑杰有名 也不是随便讲的 真的 街头小霸王 对 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年龄应该差不多吧 你是几年次 我1952 你比我还小一岁 我民国41年 我44年 所以我比你还大一岁 我们那个时候 我在大概是二十多岁的时候 林郑杰就大出名的 哦 那个时候是因为在街头抗争 所以有名吗 他最早是党外的 然后后来民进党 那他街头抗争很出名 这是叫做冲组 冲组 都从前面打的 所以叫做街头小报 不是电视打人 但是就是说 在这些活动的时候 他是在最前面 我们完全不打人 是 我们所以会赢 到最后解除戒严了 因为我们用和平的方式 哦 就是用演说 跟大家沟通 当然我们有在 我们全岛都去示威啊 1986 哦 就民进党成立前面 是 我连续在街上 一个月 先冲到总统府 然后后来全台湾跑一趟回来 最后占领法院 占领了法院以后呢 那 就要谈判了 哦 你知道吗 那时候康宁祥啊 跟陶白川啊 什么的 大家就很密切的 大家沟通了嘛 哦 还有废老 废西平 哦 所以一定是有一定的群众实力 嗯 国民党才会让步了 对 那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介入政治 1975 1975 那多早了 1975 我那个时候还在练大学 我才刚出生呢 对 我那一年大学刚毕业 哦 然后 我来台北到政大 我读公共行政研究所 嗯 那我们跟气管所有一个 有个在木杂外面 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校园 是是是是 叫做工器中心 工器中心就是这两个所 嗯 在用那个空间 在精华间 工器中心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嗯 他在那边图书馆工作 当管理员 那个人叫陈菊 天啊 菊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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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每次就跟他借禁书来看啊 哦 学校不准看了他都给我看了 可是那个年代禁书学校可以有 有 只是不能够借给人家 图书馆管理员 会把它放在县借区 哦 一般人借不到 就算有益也借不到就对了 我包括台湾政论也是在那边看的 哦 什么自由中国啊 什么很多啦 很多 那因为陈菊的关系 他白天在我们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 他晚上又去兼当郭雨昕的秘书 就在长安东路 那边南来北往的党外人士都会去 哦 因为郭雨昕他是以前很有名的省医 他是五虎将嘛 哦 那所以康宁祥啦 或者什么张俊宏啦 史玛乌一堆人呢 大家都会经常去郭雨昕那边 哦 而且郭雨昕我们也去了 可是后来到了郭雨昕要选立法委员哪一届啊 我们大家都跑去助选 嗯 嗯 讲起来简单讲 就是今天的新潮流跟我们老前进了 哦 就是我们党外新生态这两股力量 就我们这两股力量去帮郭雨昕 那选完了以后 大家又跟着就继续做很多的事情了 包括办杂志啊 种种 所以等于说 我们这个当时被称为党外新生态 在美丽岛事件之后 我们这些新生态继承香火 是 一直到主党为止 这段时间就是我们这个绿卫兵 在当家的时候 这样 他也是绿色 绿色 你不要看他 你这边一直讲他一直点头点头点头 他其实 他只知道一个称局 你知道吗 他有很多不认识 我没听过 那些都是当年民主运动响当当的人 真的哦 郭雨昕 康宁一祥 废希平 废希平 这个都是当年非常出名 包括林郑杰 林郑杰这个时候是年纪最小 对啊我小弟嘛 我小妖 帮派里面啊 都是老妖是充足啊 对对对 这个林郑杰就确实了 当年是真的是 在立法院里面也是想当当的人 不是说 你们这个没有听过的 听到充足都是以为在打人 以为在打人 不是的 没有我们1986那次 你想想看 我们到了总统府 占领法院 没有一个人挨打 也没有一个警察挨打 哎哟 反而 那个时候不是戒严吗 不是很严格 但是呢 我们有学那个 美国六十年代的 那个学生运动 的那个经验 我们就每一个 我们就来的人 每个人发一束 那个玫瑰花 是 大家手上拿的是玫瑰花 不是拿武器 对 所以人家警察也不能打 我拿的花 你能打我吗 你记不记得 那个六十年代 有一张照片 那个警察拿了枪 是 然后有个女生 就把那个玫瑰花 插在他枪口 就这样子 我们是从那里 起来过 其实我们这一代 是受到美国六十年代 这种学生运动 很大的影响的一代 嗯 那个时候的嬉皮运动 是 我们其实都嬉皮 头上戴花的 其实我们这种人 都是嬉皮啊 有一条歌很好听的 假如你去旧金山 头上要戴一朵花 哦 我看这首歌 这首歌唱起来以后啊 有好几十万个美国各地的年轻人 就真的跑到旧金山去 好好的办了演唱会 然后呢 大家一起抽大麻 抽大孩子 哈哈哈哈 那就是一个年代在美国 对 其实嬉皮就像我们的竹林七弦 嬉皮它也很精致 很多人都很有学问的 是是是 像你说那个苹果的以前那个老板 很多都是嬉皮啊 好莱坞的巨星 好莱坞的演员 著名的歌唱家 那事实上现在整个我们全球的这种文化 在文学艺术电影生活方式 还受到嬉皮的影响 很深受到影响 你现在是跟了两个1970年代早期的台湾老嬉皮 真的 这个一点都不讲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1976年嘛 我就在高雄开了一个店 嗯 放摇滚乐 嗯哼 你记得你如果在台北你记得 台北有个店很很出名叫青苹果 哦知道 对啊 就是放了起来 嗯 那个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在里面当DJ 我当兵的时候呢 就常常去 休假的时候就去 哇看看生意好好 因为我们都是听摇滚乐 所以我后来回高雄也开了一家 我的家店 叫做新港 嗯 新港为什么叫新港呢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 有两个很有名的音乐剂 音乐剂 一个是这个乌斯达克 一个就在新港 哦 Newport 我就取了这个名字 结果这个名字取错了 为什么 哦 因为新港在台湾没有这个意义 哦 很多人看到新港说你们这边是不是卖糖的 为什么 新港仪 有一个糖果叫新港仪 我们台东有这个地名 现在的陈公正 它旧的名字叫新港 哦 很有趣耶 对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如果真正知道的 很少人知道了 嗯 新港是其实跟美国的流行音乐有很大关系的 嗯 它是一个民谣的一个festival 嗯 那乌斯达克是一个摇滚的festival 哦 但是呢 民谣跟摇滚其实关系是很深的 所以我们是老心皮 摇滚 摇滚 摇滚其实是 Fox Song说的 它是混血儿 是是是是 摇滚就是混血儿 所以你以前也是听摇滚乐那一类的吗 是啊 是啊 酷耶 所以我们看今天没有约好 不约儿童的 戴同样的头巾 你的胡子呢 刮掉了 刮掉了 不过因为郑杰兄等于是 本来是在台北那么的就是说怎么讲 繁华的生活 怎么会想到会来台东定居呢 因为我们刚来这边 这边就是一个非常的 怎么讲乡下 然后这边是一个农庄 然后你以前还有在种田嘛 是 还出产稻米 完全就是一个农夫生活耶 事实上 我现在还有果树啊 但是我水稻田呢 租八年 到今年会满 我的田是租的不是买的 是跟那个退辅会 台东农场租的 而且他规定一定要做有机的农业 是 所以我假使要给朋友说 那你来种好了也不行 因为没有人愿意做有机农业 太辛苦 有机真的很辛苦 对 说到这个有机一定要介绍一下这一瓶酒 这是林大哥自己做的酒耶 太厉害了 有机米做的 对啊 这个就是 我们应该是三年前第一次来 这个是我们中央山脉的山泉水 加上我自己的田里头的有机稻米 再加一些糖去酿造 然后再蒸馏出来 真的很好喝 现在五年了 这是2015年 2015年时候酿的耶 真的很好喝 真的 因为我是不喝酒 他知道我不喝酒的 第一次来 你请我喝了一小杯 我就一直没有忘记 真的很好喝 对啊 那我最近呢 年纪大了 我就想说每天晚上喝一小杯酒 我就去超市买了一个金门高粱 38度的 因为我怕我不能喝嘛 他觉得好难喝 我就想到你这个酒 所以就特别 因为我们这两天会待在池上 我想说很近 我就看 所以前两天在打电话 跟问郑杰兄还有没有酒 想跟他拿一瓶 我跟他 你把它用 像在日本sake那样是温一温 温一下 这种白酒你温一温更好喝 嗯 那加两颗梅子也可以 我认为 台东的花东重谷的米 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对 那这个米 拿来卖的话 你假使是 盥型的 以最极品的池上米来讲 也差不多卖一百块 嗯 你这个一公斤呢 嗯 但你这一公斤的酒呢 就是大罐的啦 这个才六百细细嘛 是是是 再大一点 一公斤的米可以酿出一公斤的酒 比例是一比一 嗯嗯嗯嗯 那这样子的一个超大罐 超大罐的这个白酒 假使你是有机米去酿造的 而且是三泉水 这么好的水质去弄的 哦 那 这款池多少钱 两三千 我跟你讲 更 这 它的一半 茅台啊 它的一半就已经两千人民币了 你知道吗 兩千人民币啊 茅台只有它的一半啊 哇 这两千人民币啦 是啊 这个酒 真的是 不但是价格高啊 而且这上面有字啊 左边左边 对对对 症结酒 症结酒 2015症结酒 所以当初是这么一个集园 你才到台中来的吗 没有 我就想 本来我不是想来准备参选嘛 那就已经来 在那个住在街上 那选举很快就到了 很快我就落选了 我得到两千多票嘛 那也比 我刚来台东只认识两个人 很厉害 那我现在有两千个人认识我 愿意支持我了 蛮好 所以这个选举结果 我也算是一千倍哦 成长一千倍哦 是是是 没错 但没有当选就不要臭屁啦 反正就没当选 还好没当选 我后来身体又出几个状况 就大概五年前中风 那大概七年前肺腺癌 中间还有一个蜂窝性组织炎 也是很可怕的 那都要节肢的 只要做不好 所以我等于它是 从台北民国一百年到一百零九年 九年里的话 我铁人四项都经过了 然后没有隔屁 哈哈哈哈 真强的胜利 这个为什么不是 因为台东 空气好水好 我喝这边的水啊 对 真的真的 呼吸这边的空气啊 这边的空气啊 这边的空气比台北 含氧量多6% 那我们要测量 现在有一种那个机器 不是测那个 含氧量吗 嗯 对 所以这就是健康啊 那不只是我 我一个人肺腺癌好了 好多人肺腺癌都已经决定说 算了 放弃了 到乡下等死的这种人都有啊 住了半年 竟然奇迹就好了 对 台东花莲环境确实 我到花莲来也六年了嘛 2014年来的 其实以前身体上一些小毛病 也都不见了 对啊 这个我想问一下 这个熊猫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意涵吗 熊猫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吉祥物 这也是你喜欢的动物吗 对 我从台北搬到台东 台北的旅行社也卖了什么的 那我当时就想 哎呦东西好多 我就带了100本书 挑了100本 然后带了它 还带了一只狗 就移民到台东来了 它其实就代表中国嘛 它跟着你很久了耶 从台北到现在的 熊猫就代表中国嘛 它的这个诗经 就代表 彩虹 彩虹 就是支持那些酷儿 酷儿是指 那个同性恋 哦 这个真的是为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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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每一个人 他的感情生活 不需要别人同意嘛 真的 是的 是不是 那你结婚登记 什么户口登记 那是你们家的事 我结婚也不需要你政府管 坦白讲 他们自己办婚礼就结婚了 是啊 现在很多人 他们都是这样子啊 这些同性恋 很多都比较优 你知道 经济情况比较好 因为他们没有孩子 你知道养孩子多贵啊 是 真的 他们同性恋的大部分 都没有孩子嘛 所以他们口袋比较有钱 他们呢 提升自己的生活 对 哇 他们到这全世界到处去玩啊 是是是 那这些人其实有很多很优秀 很多很优秀的 对 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嗯 好 其实 那 这就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太好了 太好了 又看到 来来郑杰兄这边 看到这只熊猫 真的是觉得很可爱 然后又觉得说 好像跟郑杰兄的形象不太一样 因为他才是 哈哈 不是 街头小霸王 应该是你知道 很应该是喜欢胡啊 龙啊 你当年是党外起家 后来又参加了这个民进党 那 现在 你显然是 支持统计的吗 我现在我不是国民党 也不是民进党 但是 我也回到党外 我现在是党外 但是 譬如说过去几次大选 我知道 上一次 我也是一样 我跟你一样 上次我也是支持洪秀柱 嗯嗯 结果他被弄掉了 嗯嗯嗯 那这一次 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 本来 你也是 支持这个郭台铭出来 我不认识他 嗯 但是 但他出来之后 假使 国民党征召他 或者 国民党提名他的话 是有胜算 是是是 你知道 因为 这就是合作嘛 因为 国民党有40%的铁票嘛 嗯 民进党有40%嘛 那中间这个20%的 中产阶级 年轻人 那 这些比较有国际观的 他要支持谁 当然支持郭台铭嘛 但是后来郭台铭被打败了 被韩国瑜打败了之后 不是啊 他被中天打败了 哈哈哈 真的 真的 但是 韩国瑜 出来 就是代表国民党 选总统的时候 你也是支持韩国瑜吧 没有 我不支持 你没有支持他 我不支持 他选高雄市长 我不只自己 我全部的高雄的朋友 我们有社团 都帮忙他 有一群 教授啊 校长啊 什么一大堆啦 我们已经很多年了 我们是全力帮他忙的 嗯 但是 他 屁股还没有坐暖 他就跑来抢总统啊 我们这里头的朋友 全部都不支持他 我们这些人 不是政党倾向的 嗯 我们跨党派的 就看人 里头立法委员 好几个老的立法委员 我也是一个 还有国民党的 像林寿珊啦 还有民进党的 像尤虹啦 你可以晓得 这个蓝绿的委员 都有在里头 但是我们这些人呢 是还继续保持着 就是关心国家 关心地方 嗯 可是我们已经不是一个政党 也不参与选举 嗯 但是韩国瑜 要选的时候呢 民进党就在供他说没有政见 嗯 嗯 因为他确实刚去 但路都还认不清了 是 对 所以他没有政见啊 那什么高雄发大财自争 讲这个话 越老越穷 高雄越老越穷 这样 那这种 一下子可以打动人心 可是久了以后就变得很好笑嘛 嗯 所以 舆论就开始就嘲笑他 不是说韩国瑜没有政见吗 嗯 你记得吧 嗯 是 那当时我们这些朋友 最主要是 那个高雄中山大学有个院长 叫王明生啊 他召集大家 就是说 帮韩国瑜去研究 整理出十大政见出来 嗯 那他们本来就关心了 他只是把他们经过再度的确认 把他弄出十大政见 那这些人都是长期在高雄有影响力的 也是高雄的官学商里头响叮当的人物 嗯 他们提出来的十大政见 是非常珍贵的 我想没有一个政党做得到 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也做不出来 民进党也做不出来 陈其邁也做不出来 我简单讲 那他这个十大政见做好了以后呢 就 就 因为他有联络嘛 就请韩国瑜来 那韩国瑜来 他们十大政见就做了一个牌子 立牌 十个 韩国瑜就跟立牌照张相 然后就走了 蛤 蛤 蛤 他们本来想说 照张相然后要进去 就起码要聊一下吧 谈十大政见你知道吗 就走了 蛤 蛤 其妙就有机会选市长 然后莫名其妙最好那一年 是民进党大内斗 嗯 民事党九个立法委员 每一个都想当市长 互相扯后腿 让你唱起来 我也要让你死 哦 OK 陳其迈要选其他八个人 就在旁边 不可能公开站出来 K他了 但他们的亲朋好友 都知道他的态度 哦 他是近身的 所以这个陳其迈的票 是少很多嘛 陳菊原来得的票多高啊 对啊 应该是大多数是因为这个原因 陳菊以前得票好像都超过65%的 他最高好像99万票 嗯 所以 但是 陳菊他没有 陳菊也没有去说 解决他们的这个问题 哦 因为 陳菊想要叫那个刘世芳选 哦 对 刘世芳也没有 那 其他人都不支持嘛 反而去怪这个陳菊嘛 因为 每个小孩子 都要吃嘛 都讨堂吃嘛 你为什么 你拒绝你要支持刘世芳的 所以其他人都很不爽嘛 哦 哦 所以陳菊后来也有点 为难了 没有办法去帮他们整合 嗯 你要你要 你要叫谁退出 你要叫谁选 对不对 啊 大家 大家都都是一样 十个手 手指头伸出来 你要顾谁 真的 所以有困难 所以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九个小天王呢 内战 那 那陳菊搬到台北 提前 对 你说是秘书长 当秘书长 总统府秘书长去 而且把陳菊的人才都带到北部了 都安排到各部里头 有的当次长 有的当什么 所以 陳菊等于撤掉 其他八个人在那边内斗 政府没人了 高雄是政府没人了 那你陳其迈你怎么选呢 嗯 民进党里头内部都不统一嘛 嗯 你怎么选呢 那 再加上当然 韩国瑜 他有 也有 也有他的一些 有趣的地方 一开始大家觉得新鲜嘛 对不对 讲话又很 他跟川普一样 他是一个脱口秀的人 很像 他们讲话就 就 讲话就很多梗嘛 对 他们讲话有很多的梗嘛 是是是 那川普也是不懂公共政策啊 也是个土豹子啊 可是在选举来讲 未必说土豹子不利哦 土豹子他讲话人家听得很爽 他也会有票啊 谁跟你讲说你政策白皮疏 谁跟你讲这个呢 选举很难有时间去讨论公共政策 是 很难啊 这就是候选人的风格 那越是比较有喜感的人呢 在选举政治里头 他当然越容易吸引群众嘛 那现在政局中算是 但是你的政治倾向是 我当时还是国民党员 我认为国民党员应该要跟郭台铭好好的结盟 要不然你选总统 要不然你还当行政院长嘛 国家交给你管 那你虚伪总统 这两个你还选一个嘛 大家就参照一下嘛 那选举至少要花一百亿啊 国民党已经没有钱了 他党工的薪水都欠着 国民党虽是输 跟国民党没有钱有关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不只是说地方上要找楼缸了 我现在不愿意用道德批判这些行为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它是存在的 那也没有谁比谁更神圣了 你假如可以靠那个法西斯演讲起家 那你就比较有道德嘛 对不对 所以国民党选举 年战选举花一百亿 用党的金费给他一百亿 他选两次 马英九也是用党产在选的 花很多钱 他们在选四次 就用到国民党四百亿了 好今天非常谢谢林振杰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今天聊了非常非常多 相信各位一定也非常的觉得有趣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呢 欢迎订阅频道哦 那记得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影片上架的时候 就会获得通知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好今天非常谢谢林振杰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今天聊了非常非常多 相信各位一定也非常的觉得有趣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呢 欢迎订阅频道哦 那记得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影片上架的时候 就会获得通知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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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